这两天,杨幂的大伯在微博上被热搜 因为这位清华大学数学系研究生导师在课上透露 自己一位侄女数学怎么都学不好 后来却学表演了 那咱大咪咪的数学到底究竟怎么样 对于大伯能上热搜,大咪咪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昨日在某奢侈品牌的活动上 大咪咪一一做出了回应 你也像一天看到自己大伯上热搜的女士 我说这是她自己买的吗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上热搜,这很奇怪 她在课上说有一个承认,教数学怎么教的教法 那我也听说这个不是她原话 但是可能也被大家杜撞了一下 但是她确实是 因为她在我印象中的时候 她就从小到大就是一直就一有空就去跑五千米 然后就很喜欢锻炼身体 对对对 所以腹肌一直都有 我没有研究过她腹肌的问题 直到那个照片被大家发到网上 我才发现她有腹肌这件事 我小时候会不会就是她给你经常补补课啊 我其实因为我数学一直不是特别好 我有只有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就问过她一些 那她讲的就很复杂 对 除了回应大伯上热搜这个话题之外 对于微博另一热门话题 杨幂之后再无白浅 大秘密当天也赶紧做出了澄清 这个话题我要说一下 因为我在拍三生的时候 然后我就跟刘亦菲发过微信那个时候 我说我们到时候 因为我也在拍了这个 然后我们也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 我就说上的时候大家不思啊不思 我们是好朋友对对对 然后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也会去支持的 然后杨幂之后无白浅这个话题 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哟 然后那个就是也希望大家支持电影吧 而且我觉得她会有她对于白浅的演绎 谢谢 优酷全议论 大秘密这身衣服真是灵动又俏皮呀 北京报道